6月15号休斯顿当地台商 陆续来到巧教中心大礼堂 参加一年一度的年会 大家借着相聚时刻寒暄温暖 同时也选出新中最佳理事候选人 在2024年继续为会员服务 一直以来全球台商会 总是各地驻外单位最宝贵的助力 驻休斯顿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肖伊芳处长上台致辞时 一口气说出了台商过去洋洋洒洒的奉献付出 而王英荣主任则积极讲述爱巧卡的好 鼓励在座台商赶快申请 对我想我们第三个主轴经贸外交上面 也就是特别要借重我们台商在海外的一些力量 因为长周以来不管是说早期 我们休斯顿的前辈们拼手知足成立了台商会 其实点点滴滴的把这整个台商会建立起来 凝聚起来 而且在推动 我想不管是在不管 深入当地community的交往 或者是提供资源 然后见证了台湾的整个民主发展的进程 乃至于后来逐渐的跟主流建立了一些连结 持续的提升我们台湾在这里的能见度 这些真的是台湾商会过去36年来一步一步的努力 这里要特别给你们致敬 因为桥尔会呢为了爱巧卡这件事情 其实不是爱巧卡吧 是为了要照顾海外的侨胞提供给海外侨胞一个福利 所以呢他去找了很多的商店给各位办了很多的优惠 只要办爱巧卡去购物都享有优惠 去年上任休斯顿台商会的徐世刚会长 特别透露每年该会野餐烤肉 为何充满吸引力 让大家一直战不绝口 春季秋季我们会尽量安排一个很有名的台商会烤肉 台商会烤肉为什么那么有名 因为就是周大嫂从台中带来的地方 外面我们觉得吃不到是台中味 会上他回忆过去举办的CHAT GPT讲座 希望会员能善用这个生意上的好帮手 快速制作亲美简报提升业务量 其实我们为什么要通通推这些题目 他在办公室里可以把一个人的效率变成10个人的效率 这是必须会碰到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那么大胆 因为我们发觉不做不行 这个对于现在正在办公室很忙的台商会的朋友 他可以帮你赚钱帮你做事情 帮你做PPT非常简单 通常做两个礼拜PPT 然后五分钟就做完了 当天接受欢送邀约的办事处 张家华及伟天祥组长回忆与台商会 乃忘的情缘 并对肖处长充分授权的刑事风格 在会上做了一番感性讲话 在舒适顺服务的期间 我真的非常感谢我的老板肖处长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展观 充分的授权我们决于推动各项的业务 那我也真的很感谢他 其实我去年一月 去年就该调人回去 那是校处长特别跟外交部 要求说要保留下来 继续再跟休斯顿的各位乡亲朋友 一起共同打拼 我记得在2011年的时候 我开来休斯顿的时候 我参加第一个乔舞活动 就是参加台湾商会的乐会 所以我记得每个月都有词会 我从来没有学习 所以那时候比重增加班就 那真的百感交集 这一次因为任务 那也必须可以去台湾 尤其在这两年的期间 在我们校处长 我很荣幸有机会 对我们最是两个书长 那我们校处长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 就是非常非常有很多的受决 与新任 那我们在自认没有辜负 对我们的拖带都一起跟这个 上次很有意思 休斯顿台湾商会经常举办活动讲座 除了增进大家的情感 同时也互通讯息 提供商机 相互支援 因此当天该会荣誉会长李雄 特别提醒大家 商业机在哪里 今天这个市长认为我做这个 House Authority 这个实惠 这是联方证的机构 第一年有大概300M的budget 从联方政府下来 那我认为呢 有一几方面呢 我们台湾商业学会发授这个商机 第一个就是 我们有很多从外投搬来的信用民 他们可能收入不够了 但是呢 联邦政府就是有这个愿望 能够帮助minority 可以申请到保险 这Housing Voucher呢 我们Housing Authority 一年大概有16500 申请到保险 还有4万个在排队 但是呢 那亚洲的人是非常非常的少 我从加速来的很多的朋友 跟这个投资者呢 他们在加速非常流行这个赛逊 所以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因为说房地产的朋友 到他的网站上去看 那另外一个就是Housing Project 这Housing Project是可以结税的 我们在台商里面有很多做房地产的 你假如说跟房地产有关的 做维修的 修冷气的 做招牌的 你都想到 都需要这些行业 但是呢 你要去生气 那我们讲 既然我进到了这个局里面 我是不能做的 但是我也把这个机会呢 跟他讲可以去做 另外呢 最重要的就是开发案 每一年要开发很多很多的Case 我们每月都有这个公开的这个 呃 会议 那很多开发当中都在想办法 跟Housing Project做生意 一起开发 而且会有结设的项目 那这些等等的我想呢 呃 刚刚我们会长讲的 台商会一定可以 提供一个平台 然后呢 我们把这些商机来介绍给大家 这场年度大会由吴玉敏及林书贤搭档主持 并安排了大奖摸彩 气功表演及讲解 他其实动作比较简单 但气功的动作很简单 就是如吸 吸气 臂气 吐气 就这样子 男士啊 就是说一定会很强壮 我气速他80了 我们都是气功班的 OK 然后我们现在气功班有一个郡主 我在休息的时候 我们偶尔就会到张台一起去练功 然后 他们到24年呢 完全不退 同时由理事团队合唱该会精神曲目 艾拼蔡惠云 让Stifles City副市长谭秋琴 特别分享了一段个人的奋斗故事 你知道我为什么在Stifles 能够一直每一次 连任很高快的东西 就是你的台商会的经验 台商会的精神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艾拼蔡惠云 艾拼蔡惠云 永远都是我的三次 是的 是的 就是台商会像 Masho常常在唱 艾拼蔡惠云 都不是不改 我真的把你心在心里 三分清除掉 四分都咖啡 艾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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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年会最后 心里士团队 表决了徐世刚 继续担任会长 期盼他为2024 带来更多令人期待的活动 請 瓜哥 這邊用口罩一人一合 口罩是三元一起來 前會長認送的 口罩一人一合 如果各位要出門旅遊 記得還是要把口罩 要出門的時候 有口罩